今天则新增7例本土确诊个案 其中有5例分别是在 无期区还有清水区家庭群聚事件 其中社区药局1加3口确诊 卫生局也扩大匡列接触者 并且针对这两个区域 加开快筛站 另外施打疫苗的方面 台中市将要设置66处快打站 那么5个站已经正式启用了 而中央日前分配的数量 在今天已经全数打完 临时再分配5000剂 市府将会安排 包括长照养护机构的人员 以及快打站人员 优先施打 台中市海线出现家庭群聚 环保局立刻出动 针对确诊者去过的地方 仔细消毒 4号台中市新增7例本土确诊个案 包含两例零星个案 其中清水区母女确诊 51岁妈妈在云林工作 曾和确诊者接触 不排除被感染后 再传给同住的19岁女儿 另外57区一家三口 43岁女儿先出现症状 在家中药局工作 包含71岁的药师父亲 和69岁的妈妈 经过快筛也确诊 都是家庭群聚感染 由于社区药局一家三口确诊 这段时间药局人来人往 就怕会有扩散风险 师父也紧急加开快筛站 国内疫情变化多端 民众都期盼可以尽快打到疫苗 台中市这回超前部署 除了医院和卫生所 在29个行政区设立66处快打站 每天预估可以增加2万人接种 因为我们施打的速度跟效率很好 原来配给我们的通通打完了 那中央又临时通知我们 今天下午左右会再来5000剂 目前台中市疫苗全打完 中央紧急再分配5000剂 师父将安排长照 养护机构人员和快打站人员 优先施打 逐步建构防疫网要确保市民健康 介财中这回报道 我们下午后